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方对这个姑且进行攻防 一个对他进行攻击 一个怎么处理 这是一个中盘作战一个最最关键的部 水平高的 他就攻减能得到很多好处 水平低的 人家的姑且他视而不见 不会攻 即使攻 非但不能收到利益 反而付出很大的代价 自估也一样 会自估的 看看这个姑且很危险 他一下就脱险了 一下就把他自称活行了 但是不会自估的呢 就会乱窜 乱逃 结果呢 损失惨重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对我们提高中盘作战的能力 是至关重要 那我们首先讲一讲旗的强弱 旗帮上的旨 除了活旗 或者已经被杀死的旗以外 很多旗都死 又不像死旗 又不像活旗 那么 作为有相当水平的人呢 就在这些不死不活的旗中间 能分清他的强弱程度 也就是说 按他承受打击的能力 来分他的强弱 因为我们知道 旗要死 一个出路没有 给人家包围住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做不出两个眼 所以强弱最主要 就是你这块旗 眼形怎么样 出路怎么样 那譬如现在 我们看这块黑旗 虽然 暂时还看不到两个眼 但是他的出路非常广 而且还有一定的根据 假如遇到危险呢 黑旗可以冲一下 走这个 再搬一个 再打一个 白旗街上 黑旗一壶 这个旗已经 最优远 这个优远 已经活了 所以这个旗呢 要包围他很难 要走好多旗 他要活很近 只要走一步旗就活了 所以这样的旗呢 我们就判断 他是非常强大的旗 如果现在是这样 就少了这一个 那么这个旗呢 虽然不能算是弱的旗 但是也不能算是非常强大的旗 因为这个眼位就没有了 他唯一 值得自己 自豪的东西呢 就是五个子连在一起 没有断点 出路很广 这个旗 假如要根据 这根据这个你要剥夺了 他逃起来也很快 可以这样逃 可以这样逃 所以这个旗呢 不能算很强大 但是绝对也不是很弱小的旗 反过来 假如现在的角落是这样 那这个旗怎么样 又是非常强大的 他的出路 是这一条路 斜的路 这都有路 那么 又没有断点 他要活 很容易 要包围他 要不给他做两个眼 大概至少走五六个 所以这样的黑旗 又是非常强大 那么游血旗 黑旗这么打一个 白旗踢掉 黑旗打一个 白旗走着 黑旗一踢 白旗走着 把这两个杀死 那么这块当然是活旗了 这个黑旗呢 虽然这两个眼 都不能说是真眼 但至少一个是真眼 再走这个 马上就是眼 那么 错路又很广 离开或是很近很近 所以这样的旗 也是非常强大的旗 总之 出路广 野心好 就强大 出路 假如比较窄 又没有明显的 作严的地方 那么这种旗 就要小心 另外 另外 像这样的白旗 看上去 出路也很广 但是 黑旗飞出来 白旗冲过去 这互相弃断 那么现在呢 这个白旗就给黑旗 一分为二了 那么 他们的出路 也被一分为二了 那么这块旗的出路 也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出路 眼心都不好 那么所以呢 这样的旗 一下 给 黑旗一段 这块旗马上 两块旗变成很弱小 假如白旗 再照附近 补一个 加强 他们的联系 那么他们的出路 怎么样 就共享 就变成 相当强大的旗 所以 旗子的断点 也是影响 这块旗 强弱的 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刚才摆的 这是很强的旗 这多出两个断点来 这个强度 就至少打个对子 假如这再来一个 再来两个断点 那这块旗 马上处理 还不大好处理 因为这个断点太多了 所以 断点的多少 联络的牢靠不牢靠 这也是 这块旗 强弱的一个 重要因素 那么 我们判断旗 就从 这个三个方面 联络是否 牢固 出口 是否通畅 眼形 是否丰富 就影响这块旗的强弱 我们懂得了 旗的强弱 是这个三个主要因素 那么 我们的攻击 实际上 攻击就是 削弱对方 就是在这个三个方面 进行 破坏 就是 缩小 使对方的出路 变轻 最好是把对方切断 把对方的眼位怎么样 弄得 差一点 现在我们就来讲 攻击的手段 攻击的手段 实际上 就是 削弱对方的手段 也就是 破坏对方的眼位 减小对方的出路 或者把对方的切 分断 现在我们看这个图 这块白旗 出路 虽然还可以 那么 现在 黑旗走这步 这是一般 不容易注意的地方 有了这一个子 这块黑旗 得到了加强 这个白旗呢 眼位全没有了 而且呢 还是先手 因为这一般 这三个白旗 死掉了 所以他要连的话呢 这一连 这整个这块旗怎么样 就眼位就成问题了 那么 现在 黑旗之际 对他 四战进攻的 因为他的出路 比较广 一时啊 无从着手 现在呢 黑旗可以走这个 开辟第二战场 那么 这个旗将 望上头的话 走走几步 这个旗的出路 就越来越窄了 那么 这种旗呢 是所以 间接的进攻 间接的 对他的出路怎么样 一点 一点缩小 那么 攻击好像攻击这个旗 实际上 最主要的目标 还是在那 那么 这步旗 就是挖羹的手段 把对方的羹挖掉 假如这步 黑旗 白旗走这个 这个整个的旗行 一个就比较整齐了 再有这个倒户 这块旗就活了 所以 所以这一点 先手把这个眼位 全破坏掉 这是很重要 这是共济的要点 甚至于还可以说 攻防的要点 为什么说防呢 是另外一点 还是加强这块旗 那这块旗虽然三个旗 连在一起 出路比较广 但多了这个旗 下面的眼位怎么样 也多了一点 那么 在攻击中间 在中盘的 这个两块旗的 这个斗争中间 怎么 一方面 虚弱对方 一方面加强自己 这就是所谓的攻防要点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白旗 看来都是虎口虎口 好像也眼形不错 但是 黑旗 这步自己走个渔行 走个 很难看得起 但这恰恰是 攻击的要点 把白旗 这个眼位 都给消灭了 白旗走这个 黑旗走这个 白旗再走这个 黑旗再 那么这样呢 这块旗 只有半个眼 怎么说这块旗 这一半个眼呢 出路也就这个 当然往这也有出路 但眼位一下也看不见 如果 给白旗有机会 这个拆一个 那么 这就是他的根据地了 所以 黑旗现在要 赶紧 把他 建立根据地的企图给打掉 所以这一步 跌了 白旗接 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 这一走 这块白旗 就没眼了 走了第一步 不走第二步 人家一虎 这块旗 几乎已经活了 所以 这两步旗 把这块 白旗 坐眼的 机会 怎么样 全给不多了 那么 他走这个 你再跳跳回来 现在白旗 逃一个 当然了 这是白旗 突宽出路的 下法 不过对白旗来说 是够痛苦的 为什么呢 白旗中间走一个 黑旗边上走一个 对白旗来说呢 无疑是在 逃命的时候 交卖漏钱 买漏钱 把地方送给人家 白旗在中间走是没有地方的 黑旗在下面走是能为地方 所以这两个 把根一夺掉了 黑旗以后 就可以 坐收 攻击的 好处 这当然是攻击的启动 挖对方的根 也就是说 削弱对方 我刚才说了 白旗有机会走这个怎么样 这块旗就得到极大的加强 因为有相当的眼味 应该说 很容易就活了 所以这是 黑旗 连续两个 攻击的要点 挖根 现在我们前去的看看 这块白旗应该是活了 这块黑旗 还没有活 但这个纸 刺在嘴里 这一顶 牛眼 出路还算不错 这个纸呢 虽然不能说活 但是 这可以飞 这可以拆 还有出路 所以这个一个纸 问题还不太大 那现在主要看这块黑旗 从这一直到这 当然出路是非常广大 这个断点嘛 暂时也不怕的 不过 我们要注意 他 眼味 不是很明显 另外还有这一块 这个白旗 也没有活了 那么 棋盘上发现 这个棋 还不算安定 这个不算安定 双方又是兵力很多 也就是说 这个不安定 不是一个两个 不能死的 这一死就 棋就完了 也没法跟人家交换 所以下棋一定在这个地方下 那么现在 黑旗走这一步 这就是攻防要点 也就给自己怎么样 增加点根据地 把白旗的根据地怎么样 全挖掉 假如这棋 再给黑旗 再走这一稿 那么可以说 黑旗完全安定了 这个白旗怎么样 就完全闪并了 所以这不压 又很重要 这一压 黑旗往下一立 确保下面 至少有一个眼 另外还保留 这一度过去 那么这个旗 又是加强自己的 那么这块白旗怎么样 就正在往外逃了 这个逃也是加强 加强什么呢 就是拖宽自己的出路 这个时候 黑旗可以进行 就是 因为白旗这样下 是把出路啊 就 拖宽出路最常用的这个手法 黑旗当面一阵 他的出路 就外外扭扭了 那么 经过这两 两招旗下 这个旗对这个旗 就完全是 黑旗掌握主动的攻击 就自己加强了 对方 削弱了 那么这种挖根 就不单单是挖对方根 还是自己 创造一定的根据地 假如这个旗给对方这一走 甚至于他可以走到这 那么 黑旗的眼位 就没有了 白旗在这怎么样 就有一定的眼位 那么所以 这个也是 双方 攻防的要点 你现在呢 走这个 你说也是加强这个字 那道理有吗 也有 但现在 应该照顾什么样 照顾黑旗 一大堆旗还没有 白旗也有四个 只没安全 所以这是 这是单方的 去加强自己 这个呢 又是加强自己 大堆的安全 又是进攻堆 所以这个比那个 更重要 你现在走这个 说起来 是自己没活得起 拖宽出路 这也是一种走法 但是 现在最最重要的是 处理这 这个出路还比较宽 暂时 一步期不守 也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 这个是攻击 这个不仅是单攻 还是攻又攻又防的 也可以说双方根矩 这种要点 我们要很敏锐的去发现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黑旗下面也有一定的根 这个白旗下面好像也有一定的根 那么这个根够不够呢 这就需要双方怎么下 那么现在黑旗走这 这是很厉害的一招 白旗假如挡下去 黑旗尖 白旗走这 加过去 那么这样 经过这样的一个战斗 白旗这的眼位怎么样 一下全没有 那么当然这个黑旗要比这个白旗强得多了 你的根据全给挖光了 假如白旗 这个退出来 黑旗也退出去 白旗拱到这 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拱到这一点以后呢 这有点眼位 出路也比较广了 那么 这个白旗的促进 要比刚才这个下发也好一点 但是呢 黑旗由这个连回去了 这个下面的根据怎么样 也 那黑旗更安定了 因为它的根据不是这一点 这一点本来也不算太牢靠 现在增加了这一点 那么这黑旗更安定了 那么由于这样一走呢 这块黑旗比这块白旗的促进 不管白旗怎样下 都比这个白旗好 这个下面这个扳不下来 这里没有眼位 这好像有点眼位 就出路稍微比原来好一点 原来是靠一个子 现在这好可以说是靠三条线往外跑 所以这出路要比原来好一点 但是眼位全没有了 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黑旗的一个挖根的手段 把它挖掉 这个也不仅仅是进攻 而且也是加强自己 这个多属于攻防的要点 那么这种边上的这种挖根手段 这不是需要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就进去以后 可以通过这出来 也可以通过上面连回去 这一定要看清楚 不然进去的话 假如死在里面 那不是去挖根 是帮白旗去建立根据地 所以闯到人家的控制的地方 一定要看好怎么出来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块白旗是非常强大的一块旗 那么这个黑旗呢 这也有足够的眼位 也是一块活旗 这黑旗下面有眼位 那也别说了 现在就这块 这块旗看来出路不少 好像下面也有眼位 这也有可能作严 但是呢 黑旗走这个 准备切断 白旗连上 黑旗再走这个 这两步旗一走 这的眼位 缩小到这 大概这够做一个眼 这的出路也没有了 这块旗 就靠这个旗 当然这个旗 还能帮一点忙 往外扯围了 假如这个旗不走 给 白旗这补一个 那我敢说 这块白旗变成 很强大的旗 这个差不起 所以这就是 中复的眼位 中复的眼形 中复的出路 这两个一走 就把这块白旗 一下削弱的很厉害 像这种旗 我们要特别注意 中复的眼位 这是进宫中 最难掌握的地方 边上的眼位 边上的读根方法 我们那种手经啊 手经书啊 还是比较容易 看到的 但是对中复的眼位 中复的眼形 这是攻防的要点 我们一定要细细体会 就像这两个子一样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图 这白旗这四个 松松散散的 而且他的旗 是出路 也可以说他很广 但是他因为太松散了 所以呢 黑旗就要对他进行攻击 那么攻击要点呢 在这 就准备断他 白旗连起来 黑旗这一步 还是很重要 那么这样一走呢 白旗角落要连起来 那么 可以起由这两步去一走啊 把白旗在中复 建立眼位的企图 就完全破坏了 现在 他走这个 一个是连 一个是阻止黑旗 跟这个连 所以这黑旗往外跑 跑完了以后 他加强了 将来这步还是很重要 一冲 要把它断掉 那么他又要补了 这一补 这个旗怎么样 就是成为一个光杆在外面 又没有眼位 出路也只有靠这个 所以呢 这样的攻击 就是通过 不断白旗中复的眼位 威胁他 使他单方面的逃窜 假如黑旗是不走这步旗 那么大家要注意 白旗走这步 这一走 中复就有 这样中复就有眼位了 另外出路也更广了 那么 白旗走这个 这整个快旗啊 样子也漂亮 眼型也好了 出路也广了 那么这一步 黑旗走这步呢 把它出路 也弄窄了 眼位也弄掉 这也是中复的攻防要点 像这种感觉 啊 这种感觉 就是中复的这两步子 白旗走这步 黑旗走这步 就是 一个是加强自身 一个是削弱对方的 一个重要点 我再说一遍 就是对边上的根据 我们 即使 学围棋时间不太长 很容易听到 很容易掌握 但对中复的眼位 那就 好像 看上去很妙 啊 不可思议胜罪 但是实际上你 仔细的 那观察 高手的下棋 你就可以发现 他们在这种地方 特别敏感 就是 不懂中复的眼位 同样 这里 白旗 假的走这个 出路也广了 这也也眼位了 那么 这块旗 一下子 就得到加强 所以呢 黑旗 这步旗 很 稳健的 一观 就把这的眼位 给剥夺了 接下来 还有点一个 往下冲 或者往下一飞 把它的眼位 全部破坏的 下法 所以呢 这两步一交换 不仅 白旗的眼位变小了 而且出路 也变载了 那么 黑旗 通过 一面 把它的出路 越浓越小 一面自己在壮大 自己的 那么这个旗 对外面的作战 肯定是有用 白旗在这儿挣扎 走的旗 都没什么用处的 只要逃掉 他紧紧是活旗 他 假如马上活 那么 黑旗走这个 白旗在走下面 那当然黑旗这个攻击还是有效的 就这里的重点就是 对这种中火眼位的这种敏锐感觉 走这个 跟白旗走这个 像这种 加强自己 这一点 就是 不仅仅眼位 而且出路 这都是 所谓的攻防要点 这块白旗 松松闪闪闪闪的 往外逃命 那么 黑旗攻击他的 要点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一步很厉害的 这一走 这一段 出路就没有了 那么 白旗顶 黑旗长 白旗再走这个 黑旗这个退回来 那么 这位的眼位怎么样 一下就没有了 出路也就靠这个字了 他大概不会往这儿逃 这全是黑旗 他假如往外逃 黑旗在这一飞 又准备断他 他假如连起来 黑旗通过这个攻击 走到这个三步旗 实际上对下面一个包围王形成了 再一走这个 这个纸 坐檐的地方没有 这整个一片 大概全是黑旗的 那么这块旗 这是战事的逃脱 也没有明显的眼位 这都是攻击 公道 对方的要害 把 白旗再有机会走这个 这中方的眼就看见出路眼光 所以这边 非常厉害 那么走这步呢 那就不好了 因为下面有这个黑旗啊 这里的眼位本来就不错 去断这个 人家走这个 你打这个 然后再把你这个打掉 再走这个 然后往这一跳 或者往这一跳 这整块旗出路眼位都来了 黑旗的战利品就是一个废子 提到一个废子 所以这攻的好坏 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 这一类的攻击 中复的 把对方的眼位 弄掉 把对方的出路弄窄 这样的攻击 就像把利剑 这次对方的要害 是对方整对其都很难受 假如 白旗走这 那更不好了 黑旗顶到这个要点 白旗顶这这么连回来 那么 这一弄 这还有断 这还有断 那 这个旗太可怕了 啊 黑旗可以这么赶过来 往这里面赶过去 所以 这个旗 假如白旗走到这个 整个队形怎么样 又整齐 眼位也好多了 所以这种都是 有关联络 就是出路 眼形 种种的要点 基于一身的 共击的要害 我们假如 我们假如会看 就是在中复这种旗啊 能很快的发现 对方的 像这一类的要点 那么 白旗的自估 就要困难得多 这是我们提高 这是我们提高 中复的攻击能力的一个 可以说是关键的地方 边上的多根啊 很容易掌握 因为要提高 就要能发现 这一类的要点 那么 夺取对方的 根据 这是一个 攻击的一个 很重要的手段 那么这里面 我们顺便也说到了 说需要对方出路啊 也包含了 怎样弃断对方的 这个种种手段 在一起的 综合的那种攻击能力 通过这威胁要弃断 把对方中复的眼位破坏 这就是我们 经常用的攻击手段 那么我们 最后总计一下的话呢 还是我一上来 那几句话 就其的强弱 有这个三个主要因素 联络 牢靠与否 眼位 是否充分 出路 是否广 在这个三个方面 任何 削弱对方的 都是攻击 那么正因为 这样攻击的 也可以挖对方 根 也可以 减少对方出路 也可以想办法 切断对方 那么 到底选择哪一种呢 我们下面 就要讨论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攻击的手段 我们攻击的手段讲了 那么 攻击 是削弱对方的 目的 首先是削弱对方 但削弱对方呢 跟杀死对方 这是有联系 但是 也是有差别的 一个是削弱 一个是杀死 水平比较低的人呢 把这两个 混为 一个 就是凡是攻击 就想把对方杀死 实际上 这个是一个 很错误的概念 我们通过你 用的攻击手段 削弱对方 实际上 就是为了 得到一定的利益 那也就是你 攻击到底要取得 怎样的利益 能取得 什么利益呢 我们下面举一些例子来看 通过这些例子 我们知道 攻击能拿到 一些什么好处 那么现在 可以去走这个 是挖他的根 这是攻击 白棋 白棋角落逃命 黑棋 阻止 他往这儿逃 白棋搬 那么 黑棋 开始发动攻击 白棋 通过处理 这个枯棋 使自己的出路 变得 比原来宽多了 但是 黑棋通过这样的攻击 可以说把这块地域怎么样 得到了相当大的巩固 本来这没有的 大家的 黑棋地域 加 白棋走 连续走 这四个子 这块地方几乎就完成了 所以呢 这是攻击 通过攻击 扩大自己的地域 这是 一大好处 如果 如果现在 白棋不理 黑棋继续 再挖根 白棋这样逃命 黑棋继续 把他出路 弄到窄 假如再来这个 出路没有了 那么 白棋走 这个 黑棋走 这个 应该说白棋 也是相当痛苦的 因为本来这两个子 中间距离多少 一二三四 我们说过了 一个子 可以控制两个 现在走这个 给黑棋 再走一个 两个子 可以控制三个 就马上就要 完成这个 为地的任务了 白棋走这 黑棋退出去 白棋搬 这出路 黑棋这一拐 就是像我们刚才 说的攻击手段 挖根 还要断黑棋 断白棋 那么 白棋这不得 不再补一个 那通过这样的攻击 从这块地 这个地方怎么样 使这块地方弄好了 这也 也比较好了 这也取得相当大的 所以通过这两个攻击 白棋在逃命 什么东西也没拿到 死活也不知道 而黑棋 这也围的差不多了 这也地域扩大 这是 黑棋连续两次攻击 攻一次 人家不理 再攻一次 所得到的好处 那么连攻两次 能不能杀死呢 还早点 所以我们说 攻击对方 是削弱对方 削弱对方目的 是 拿到一定的好处 这里我们讲 看到的好处 都是通过攻击 扩大自己的地域 是自己所下的旨 都是对违帝 都有好处的 而白棋逃命 所下的旨 活了 就是万给他逃活了 这些旨是活起 而他 什么东西都拿不到 这是被攻的 一方的 很痛苦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见 有这种概念 不要以为攻了两次 还没杀死我 这个攻不是白攻吗 没有白攻 你千万不要企图 攻一次 两次 就把对方杀死 我们能拿到一定的好处 你也该感到满足了 像这三个白子 明显的 没有足够的根据 当然出路还有一点 那么 白棋对他进攻的时候 准备拿什么好处呢 这在发动进攻的时候 一定 心里要有数 那么现在这样的进攻 是很好的 一面进攻 叫白棋往这儿跑 黑棋在这儿怎么样 可以为地 白棋尝出去 黑棋再 飞一个右上好气 下面要断 那么 白棋 挤这个先手 你接 他虎这个 你挡 那么这块棋 应该说 只有半个眼 因为这个是先手 当然 黑棋也可以先走 这个把它走掉 他走这个 即使走这个 你连这个 他走这个 你走这个 这个半个眼 所以这个 总的来说 半个眼都不到 那么出路 也就靠这个 旨在往外逃命 那么 他 在这儿逃 黑棋很可能 在这儿为地 这又送了 这又送了 黑棋 这个棋又拿到了 这拿到了 白棋逃了这部棋 可以说还 离开 活棋 还 不知要走多少棋呢 也就不知 还要送掉多少地方 这块棋才得到安宁 所以呢 这个是黑棋攻击 攻的成功的 这种下方 叫他黑棋走这个 白棋先走这个 黑棋也接 白棋走这个 是立即 安定的下方 那么现在 黑棋攻这块棋 我们说 最主要要把这块地方 巩固起来 所以这条路不能给 白棋再进来 他在挖 这样的 走这个 这个是根据 很重要的 那这块棋活了没有 那你走这个是可以活了 对吧 这一活 给人家一包 外面又 至少这块地方怎么样 说活头活头 所以这样呢 白棋不往外逃 想办法就地成活 但是黑棋也拿到他 应该拿到的好处 他讲了 拱这个 可能对做活好一点 但是人家一拐还是没活 爬这个 走这个 你要活 大概就只能走这个活 人家把这个一扳 那全封起来 白棋活一点点 这全封起来 你要投出去 就给人家弄得不活 两面都拿好处 现在把他封起来 黑棋的好处也不少 所以这都是供的好的 就是走到对 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进行进攻 那么游戏呢 就是没有目的的乱攻 看到这个三个子 白棋走这个 黑棋会 走这 他走这个 人家再走这个 再跳进来 再挖一个 这具体的走法 都是 像样 人家吼到这 这好不容易 建立的后市 这走一步就能 围好多地方 现在攻进 这地方没有了 白棋还围的好处地方 那么现在 要靠这个三个子去 重新 那围地方 这弄好了 没用 我想 这弄好了 大概也没用 就是有点用 你看 本来是你的地方 现在变白棋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攻击 可以 虽然不能说 黑棋毫无收成 黑棋也有一定的收成 但是你花的代价也不小 刚才这样的攻击呢 是可以说不花代价的 拿好处 所以这种就是 所以盲目攻击 乱压 乱乱搬 人家看上来 第一个就是搬 像这个不理他 这个架一个 应该说至少有 中级水平以上的人 才会想到这 而初级的水平的人 大多数都是走这个搬 人家靠上来就搬 不能断就搬 所以这种攻击 实际上有点 把敌人赶到自己家里去的那种味道 赶过去杀不死人家 结果呢 自己原来的家全毁掉 重新再去弄这一块 那么人家再跑进来 你又攻不好 又给人家全搞还 那么这样的确后事没用 要知道这个建立 这个后事 这个是送掉地方的 是花代价才建立起来 你这不拿回成本 不赚一点 这反而亏了 反而送给人家地方 所以这样的攻击就 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也就是你在攻的时候 到底想拿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 是吧 所以这里的 我们现在讲到现在 攻击都是自己 怎样通过攻击 自己为地方 当然攻击目的 绝对不是简单的 这一条 这黑旗应该说也是火旗 这黑旗肯定也是火旗 白旗呢 在这儿有一方土地 这还有相当的东西 那么在这儿呢 是白旗这个没活 黑旗这个怎么样 也没活 那么现在轮到黑旗走 那么黑旗呢 可以通过攻击这块旗 实际上这部旗 攻击了它 同时拖宽了自己的出路 白旗半 那么这样呢 白旗正能老老实实的 往家里走 还可以压一个 它再往家里走 你把这一接 那么你们想 通过攻击 可以 可以去走这么多旗 这个旗一走 这块旗怎么样 出路就非常广了 同时又跑到白旗的 这个有发展的 那一块形式里面去了 那白旗这个逃命呢 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 这个六步旗 除了想办法跟这个连起来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所以这个通过这样的攻击啊 一个是加强了自己 又破坏了白旗 白旗这个形式 这当然也是相当大的收获 假如这个旗给白旗先走 那就是对攻了 可能白旗要比黑旗的走好过 白旗走这个 胡一个 你跳个 他再走一个 你再跳个 他在这走一个 白旗在这就可能围起相当大的地方 现在给你再连走几个 很痛苦的 那么你连班的时候 白旗反旗行不行呢 逃出来 那么这样打一个 这一阶本身就已经难看得不得了 是吧 而且 这一阶 这已经没有出路了 所以这个旗很危险 所以他没法反抗 是吧 没法反抗 这能这样 走单关的连回去 是吧 这种功 这样的功解 就是通过 双方没活的旗 进攻对方 拖宽自己的出路 通过进攻 加强自己 使自己原来很弱的旗 一下变成相当强大的旗 这也是功解的一大收获 那我们下围起里面 也这么一句话 就是 攻对方的 照顾自己 这就是攻击对方 加强自己 也是照顾这块没活的旗 我们千万不能 闭了眼睛的 这样攻击 这样攻击 你自己 你说一点没好处吧 也有一点 但是 拐过头来 给白旗再一来 这个黑旗 就很困难 是吧 那么这样的攻击呢 非但没好处 反而对自己的 这个很弱的 是怎么样 造成伤害 所以这就不应该这样攻击 那么现在去围地方 这也不对 因为这是 这块没活 这块没活 双方一定要在这儿 谁先走 谁主动 我们说中盘的 要点 往往就在 孤吉的附近 尤其是双方 多有孤吉的 这里 就是 攻击的要点 这点 这点我们 一定要深切 理会 那就是 走这个 加强了自己 削弱了敌 那么走起 一面加强自己 一面削弱对方 这当然是很愉快的事情 看下面这三个 这显然是黑棋攻击的目标 那么黑棋也可以这样阻止他出去 又是不得他的眼位 又是阻止往这逃命 也可以这样挡下去 那么假如是这样挡呢 白棋 这来挡 这没话说 再这样挡 这也只能走 再这样挡 下来 再这样挡 再下去 白棋哪怕就这么接住 黑棋是有收获 但是这个角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个 黑棋好处并不是太大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换个方向怎么样 黑棋这挡下去 白棋打一个 黑棋借 白棋借一个 黑棋 不给出去 假如走这个 黑棋走在白棋下面肯定死掉 因为三个子 三路上四个子 不可能做出两眼来 所以他要飞 一飞呢 现在这个挡下去 这个冲断 在黑棋自己危险 所以呢 黑棋很稳健的压阻自己连起来 他爬一个 搬下去 他假如断 他可以搬这个 断进去把这个吃掉 这双打 这火就这吃掉了 大概两块钱 都很危险 那么现在呢 他走这个呢 你借起来 这块鸡是能活了 可这块鸡怎么样 下面根全没有了 这怎么 怎么造成呢 因为白棋 雇了这块鸡活 不得不 把自己的朋友怎么样 给出卖了 那么 通过这样的攻击 扑使白棋往那儿去寻找他的深路 从而呢 断送了他自己的朋友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攻击方法 不一定是直接杀这块 我这块不杀你 叫你去把这块鸡 本来下面 不管怎么样 还有一点点根据 现在为了 他为了建立根据 就把他的根据全给剥夺了 所以这里面 这个攻击是很好的一种攻击 我们看到 白棋在这儿 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 一个模样吧 对吧 这可能伟大地方 那么这是活棋 这黑棋大概没问题 黑棋所有的棋 可以说都没有问题 但你也可以自己打入 但是呢 黑棋采取什么方针呢 采取 这个是隐形的要点 也是出路的要点 白棋走着 黑棋再接一个 把他下面的眼位 弄到不够做两个眼 那当然这一冲怎么样 下面断掉了 所以白棋一定走着 黑棋再搬一个 白棋搬 黑棋藏 不能去断他 断他人家一下就活了 他走着了 你再藏 他再走着了 你在藏 他假的再走着了 你在藏 那么 这个白棋怎么样 逃出来了 黑棋通过进攻 达到什么目的呢 很自然的把这块白棋 可以有发展的东西 怎么样 一下就全毁掉了 这是 是黑棋怎么样 不能两拳 就通过进攻 你要逃命的话 我就一起跟你到你的家里去 你逃到家 你的家也就毁掉一大半 这是 黑棋通过进攻 达到的一个破坏对方形式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攻警 当然了 跟沙奇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我攻你不理我 我可能 再攻一次 叫你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假如连续攻两次 你还不理 连续攻三次 很可能就要了你的命 但是你千万不要 基希望于一次攻击 就把对方杀死 我们一再强调 杀死棋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说一块棋 强的棋 可以经过五六次 六七次打击 弱的棋 可以经过两次到三次打击 假如一次打击 就死得起 对方早就处理了 对方不会等着你去把他 一下打死的 所以呢 沙士奇可能嘛 有的 什么情况有呢 就当对方有两块 估起的时候 往往造成估 估尺设比的这种现象 这有可能打死 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对方只有一块估起 你在进攻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计划 通过进攻 或者是扩大自己的地盘 或者是加强自己 或者是叫对方 在淘旗的过程中 毁坏他周围的形势 毁坏他旁边的友军 凡事种种 都是你攻击的目的 所以这样的你的下棋 这个目的啊 就比较正确 也比较容易达到 假论你把攻击的目的 限定在 唯一的杀死对方的 这上面呢 这就要犯很多 错误 甚至会付出 很惨重的代价 那么我们攻击的目的 就讲到这 现在我们讲攻击的方式 攻击的方式呢 一般就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的进攻 一种呢 是戒戒的 也可以说是 回旋式的那种攻击 那譬如像现在这个样的棋 这三个白子 是黑棋进攻的目标 但是你直接加 那是加不住的 所以你直接对他 没有什么好的手段 所以暂时放一放 应该怎么下呢 应该走到这去 假如这再加一个 这个白子很危险 那么白棋假如 想逃命 往外走的话 那么黑棋就往外送 你再走 黑棋再往外走 白棋再走 黑棋再往外走 这好不容易冲出去了 这个错误没有了 白子逃不掉 所以这准是一种 就是一回事的这个攻击 也是一种间接的进攻 说是说去通俗一点 也就是生动机器 但这个生动机器 不是完全骗人的 是吧 因为我走这个 你不理好了 你走这个好了 你走这个 我再压一个 这时候你最多点三张活 这块鸡怎么样 一下变成很强大 回过头来要进攻 所以我们在 直接进攻不行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手段 也不能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采取间接的进攻 那么这种呢 也所谓的叫考压战术 就是靠近这儿 进行生动机器的那种攻击 我们攻击绝对不能 看着这一块 就一直死盯着 那么这样的攻击 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你只攻一块鸡 对方也比较好处理 你现在攻到这儿 再来攻这块了 白鸡就难处理了 给你这儿下好了 你就往这儿攻过来了 你这儿走呢 这儿在出路 设计上怎么样 把他的出路给弄下 所以这样的攻击 就是白鸡 很难两全 你学会了这样的攻击 那么 你攻击成功的机会 也就 大得多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白鸡攻落 大概在让六个子以上 白鸡经常采用 采用的那种无理的 就破坏黑鸡的阵地 那么假如你攻击得好的话呢 白鸡是会为这种 比较无理的打落 付出他应该负的代价 然后黑鸡 先见一个 白鸡的出路 这能往那儿逃 尝出来 黑鸡再搬住 白鸡搬黑鸡就把他断 白鸡走这个 那么现在黑鸡就考虑了 直接进攻行不行 人家冲 打 再冲 这显然不能打 因为打双打 往后退 人家再冲 你再打 白鸡这一段 打双打 你不管这么一补 白鸡往下这一冲 这个时候 黑鸡大概已经没空杀白鸡了 自己也考虑死活了 你这样的长的话 他往下一切 这块鸡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么 接下来是你轮到做活 大家活 所以这样的进攻 什么好处没拿到 反而 给白鸡很安稳的 活了 这是直击进攻 就是不加计算的乱攻 走这个也没用 走这个也没用 白鸡拐出去 你走这个 白鸡搬 你不能断 断这双打 这一跑出去了 这黑鸡进攻又一次败告终 这黑鸡没法冲断 因为冲断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尝一下 再打一下 尝接住 再把这个正掉 那损失 这个进攻 或是白鸡 付出代价 是黑鸡要付出巨大代价 这两个鸡进给啥子 好 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那么直击进攻不行了 我们就采取这样的进攻 压这个 那么白鸡正常是这样搬一个 黑鸡退远 这一退 一个是帮助黑鸡的出路 出头 另外世界还在间接的包围这个字 这个时候他想到逃命 我再走这个 他再逃出去 或者跳个 那我就这么打下去 再次挡住这个白鸡 这里要吃苦头 这仅是暂时逃出去而已 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 是吧 因为 这个鸡还没有做够的演味 所以这样的进攻 白鸡怎么样 这一压 把白鸡分开 使白鸡照顾这 照顾不了那 照顾这 照顾不了这 这也是一种很厉害的 就烤鸭战术 好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